这个现在都在盘下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我们现在观察就是大陆马上要公布出来最新的宏观经济数字 我们知道大陆的经济数字都是在这个开月的第一周跟第二周 这个密集都要公布 包括PMI指数包括我们刚刚讲到CPI这些数字 我们看到现在PMI数字应该会好一点 有机会回升到51左右 我们看到现在目前秀出来这个数字 因为我们看到汇丰已经上来 汇丰从上个月的49.3上升到49.8 那中国物流采购协会应该有机会上到51附近 这是一个好消息 另外CPI我们刚刚讲过有可能回落的一个状况 所以刚刚谈到了巴西开出了降息的第一枪之后 大陆有没有机会跟随着开出降息的最重要的一枪 当然就很关键了 因为新银市场似乎在这个地方要进入到所谓的降息循环了 这是我们后面持续可能很重要的一个观察重点 不过回到期间货的这个角度 我们还是要请到王龙旭分析师来帮我们看最新的一个盘式状况 龙旭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龙旭现在这个盘式有一点走软的一个情况 今天又有那么大的量你怎么来观察呢 好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我们看看大盘的成交量 那一天只有800多亿 那这个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没有量 这个就不会涨 是涨价的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认为就是说量说来讲话 这个是还会持续的上涨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利空之后呢 这个市场的一个心态保守所导致 不过呢 今天的指数在昨天公过月限之后 今天在往上的时候呢 爆出了大量 那这个盘 我说会开始整理 今天呢 最高的会形成短套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盘涨到这边来的时候 这个最高 大盘指数最高是7